沒有起訴書所載的事實 天地神都知道 告訴人你知道 走出士林地院 紛紛不平 涉嫌猥褻 女法官及書記官的蔡信前行政庭長 二十二號首都被傳喚出庭 同時也在鏡頭前喊冤 不過現在卻有其他人跳出來 控訴也受害 蔡信前行政庭長 去年十二月遭檢方起訴後 在調查過程中卻又發現案外案 受害者比原先想像的多更多 除了已經提告的 女法官及書記官之外 檢方再掌握關鍵證人的手札 上頭清楚記錄 十多年前蔡信法官 沒有被公開的惡行惡狀 不僅在上班時間 強迫總務科女員工 和她一起去包祥室電影館 趁機席凶得逞 另外還有新進員工 惡度被環報 以及遭到蔡信法官以下體頂臀部 二零一零年受刑曝光後 再有其他兩名員工表示 也曾遭到毒手 蔡信法官對於被指控的犯刑 彤彤不承認 但根據關鍵證人手札 有兩名被害人曾經透過書面報告 向長官求救 卻直接被送進碎紙機 也被痛批根本是關關相戶 蔡信法官在法院領身出狼藻 近二十年 現在才得以曝光 施林地檢表示 針對其他案件 已經著手約談相關被害人 分案處理 絕無包庇 要嚴查之法犯法的 一關色狼 競選超衛城新瑞藏寶道 立刻下載競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競善競美 競好新聞